台中微信三菱公園街總站 陸陸續續有家長帶著 國高中生來打第三劑疫苗 高中職以下還在遠距教學 有學生課先不上了 打疫苗比較要緊 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台中6月19號的確診病例 在等全台第一 連六天奪冠 是否估計這兩天確診數還會更多 這位高中生已經打滿三劑 仍然確診 好在症狀較輕 目前在家休養 但其實在台中 像這位高中生一樣 打滿三劑的人不到一半 根據統計台中青少年第三劑 疫苗的接種率只有53.4% 相較於成人少了10% 不如預期 青少年的免疫力偏低 打氣催不出來 但台中疫情仍在高原 令人猶新 這位高中生一張警察 台中採訪報導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沉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GO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 999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